被警察绞杀的这个黑人呢 George Freud呢 被这个民营苏打法庭赔赔偿了2700万美金 这是黑人Black Lives Matter的一个巨大胜利 可是呢 被黑人从背后推赏摔倒致死的这个泰国移民呢 84岁的老人该怎么算呢 谁去赔给这老人2700万美金呢 黑人该不该负责 对不对 黑人是恩将仇报农夫与蛇 对不对 我们当初多么的支持黑人的Black Lives Matter 可能现在他们调转枪口 和川普的这些白人至上的种族歧视者 一起来残害亚裔 黑人真的是完蛋了 真的是 对不对 他们搞运动 他们得逞了 现在他们开始有过头来欺负亚裔 真的是丢脸了 所以黑人真的是要不得 我不想说那个字 但是真的要不得 但是真的要不得